當地時間週三凌晨1點左右 一群身份不明的槍手闖進海地總統 莫伊茲的私人住宅 莫伊茲當場身亡 第一夫人身受重傷 目前狀況穩定 計劃前往美國接受治療 這位總統主席 判殺事件發生後 海地臨時總理約瑟夫隨即發表電視講話 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我們為了這個總統主席的總統主席 我們決定定是在各國的組織 新年53歲的莫伊茲過去一年來 一直在總統任期問題上與反對派博弈 但他得到了美國與聯合國的支持 案殺事件發生後 美國駐海地大使館出於安全考量 已於當天關閉 美國總統拜登週三對海地局勢表示擔憂 隨後 拜登發表聲明 譴責案殺海地總統的行徑令人髮指 美國國務院當天表示 美國已準備好隨時向海地提供任何所需的援助 並駁斥了槍手自稱是美國基督署特工的謊言 英國首相約翰遜也對墨伊茲遇刺表示震驚和悲痛 呼籲海地各方在這種令人憎惡的行為面前保持冷靜 墨西哥、哥倫比亞和阿根廷等拉美國家領袖 也都譴責刺殺總統的暴行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發推文 對墨伊茲被暗殺表達哀悼 並表示在困難時期 臺灣將與盟友海地站在一起 隨著政治嚴重分裂 海地正面臨嚴重的人道和糧食危機 政治和幫派暴力事件激增 預計聯合國安理會將於週次聽取暗殺事件的簡報 並很快就海地局勢舉行會議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